可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的時間才會是 竟然指定的聲音 你此就一輩子 他許願會跳那個 十六噸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我們終於開了自己的演唱會了 耶 這個演唱會該怎麼命名我還沒有想到 就先叫 森友會吧 是你和你的人 他 想去陪伴我 想去陪伴我 替我追盡你 如火 很多人都說 藝人跟粉絲兩個人的互動是 雙向的 雙向的才會長久 然後我也很希望 就有一個小夢想 這個夢想是因為 因為孝全哥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應候的時候 在電影院有一群女生 看著孝全哥 然後尖叫 然後跟他打招呼 他們是孝全哥 還像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就一直追蹤孝全哥 追蹤到當時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如果我可以也有一群 這樣子的 人生朋友 然後有一天我老的時候 就還看到 他在我身邊 我覺得會蠻感動的 這群人 師母 帥哥 帥哥 教練 跟他 我覺得 愛 Wildlife 大다고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謝謝你們,真的 我不是一個多麼完美 或是多麼優質的一個人 但是至少在成長的路上 我走的每一步 都是自己心甘情願想走的 對,每一個當下我想 努力地為自己活一遍 然後想這麼做 所以我也會繼續 去台語庭修的做下去 謝謝你們大家那麼支持我 謝謝你們,真的 你們的支持對我來說 真的非常的重要 謝謝你們 都放在心裡 可在我心裡的名字 忘記的時間這回事 既然指定的是 一次就一輩子 希望讓這世界靜止 小年才不會更奢侈 如果有下次 我會再愛一次 可在我心裡的名字 你藏在乘風的位置 要不是這樣我怎麼過一輩子 我只在迷惘的深深 我將飛向天空的鑰匙 你繼續偶像 和我為你堅持 關注你了 關注你了